欢迎大家收听教育不一样节目 本节目每周六上午8点 在好家庭联播网 台中古典音乐台FN97.7 台北Bravo FN91.3 联合播出 还有Podcast上也可以听到哦 我是蓝卫英 今天要进行的主题是 高中不一样 很高兴邀请到的是 台北市立永春高中 曾庆良老师来跟大家聊聊 虚拟实境的学习 曾老师早安 早安早安 大家就叫阿亮老师 是 其实我跟阿亮老师认识很多年的 只是一直觉得这个数学老师 怎么整天一直做这些奇怪的事情 那我想2017年开始 永春高中就设立了 全国首间的3R科技应用教学导入的 智慧教室 那从最早期投入虚拟实践的 这个学习以外 到了现在有很多AI数位的学习 一直以来永春高中 在这样的学习上 总是走在非常的前面 那这些年不仅校内有课程 我也看到了他们开始扩散跟办理 校技间的各种比赛活动跟学生的交流 我想今天我们的节目可以从他的经验里头 来看到这种学习有什么不一样的风貌 那各位听众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那我想一开始就先请阿亮老师 跟我们说一下 永春高中发展这样的学习多久了 那怎么会开始这件事呢 好我也在这个介绍一下我们的历史背景 其实在这个106年 我们就设立了全国第一间的叫做3R科技教室 那个教室在干嘛 那个教室超级厉害 就是做了很多的AR VR 还有MR的一个设备 就可以让同学跟老师进来这个教室当中 可以沉浸在那个虚拟实境的氛围当中 那到了107年 我们又改制成3A 这个是国教室把每一间的新兴科技中心 做不一样的任务 因为我们一开始发展AR VR 所以他就把我们叫3A 那3A哦 要考一下 3A 3A 没有一个打得出来 我只知道AR的A 这个对 第一个A就是AR VR MR嘛 就是第一个A 所以本来是3R 现在统成一个A了 只剩一个A了 对对对对 然后第二个A就是AI跟Big Data 这个就是最近一直在讲那个什么深层式的模型 是是是 没有一个大的资料库 然后怎么去处理 就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开始在做AI的部分了 是 那在第三个A是ADAS 可是ADAS叫做ADAS OK ADAS人家是说 它就叫做自驾车的一个辨识的智慧系统 不过在学校当中 我们不可能有那种特斯拉 是是是 不可能开这种 所以我们就把它缩小缩小缩小到这个机器人 所以你看很多学校现在不是都有在做机器人的课 AI的机器人的课 所以这三个AI我们就全力发展 把它扩及到 其实我们应该是说不止我们学校 因为我们是一个推广中心 那我们负责的范围就是台北市 还有这个宜兰基隆 这个是我们负责的区域 我们要在这个区域当中 先从高中值开始 那推及到国中 再来就是国小这样子 所以意思是阿亮老师不只要管永春里头有没有做 你还要管其他学校怎么做 对不对 然后做了什么或遇到什么困难 其实遇到蛮多困难 可是你看我刚刚听那么多 我就在想的是 我猜很多人连前一个3R都没跟上 然后还做了后面这么多 AI最近比较大家能跟上是因为 你至少网路上你可以试嘛 那个好像看起来成本比较低 ARVR光那个设备 设备其实很多学校都会觉得说 看起来好像很贵 要维护要做什么 所以其实那个距离感就很大 当然了我们也总不能说 因为我被指派要做 对不对 因为其实每个学校当然有可能 因为主管机关要求我们做就做 可是他一定要有愿意做事的人 那怎么会开始想要投入这样的学习 而且我刚刚说的你是数学老师 对那怎么会有这样的东西的开始 其实我本职是数学老师嘛 那其实数学老师 假如教超过那个10年 就一种那种懈怠感 就会觉得天啊 怎么我这个 日子开始重复了 对其实我连课本盖起来 都知道哪一个 那个哪个问题你知道 就算那个新课刚下来 其实看个一两年 大概就知道他的状态 然后教学生也听不太懂 因为高中数学毕竟 跟国中的落差是大的 他的这个难易度是真的比较艰难 因为现在又分数甲数乙啊 数A啊数B 那个学生真的非常难接受 而且他们对几何概念 其实很没有 就是他们想不通 我可以考你哦 就是你看我就是一个一个立方体 是 我堆堆堆堆 以前不是有种自立测验吗 对 问你说这个角度看下去 应该会有几个立方体 就是有些看不见的 你也会知道后面有 就自己补脑你知道吗 是我们就是会有虚拟的空间感 在脑袋里就会形成 对 结果我发现很妙的现象是 这个是以前我们的自立测验的问题 而且是非常容易回答 就是这个就这样啊 可是在高中 就是有一批学生真的就是 他们有那个画面 他说看起来就是一二三三个 我说你后面没有一个 你早就叠下来 早就装不上去啊 所以那个时候就一直在想说 奇怪 那这些学生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 帮助他 就是让他们对这种空间的概念 有那种感觉你知道 自己补脑可以知道说 哦原来他其实就长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一开始设立了ARV啊 其实那个时候教育局在问很多学校 所以我那时候都是实验组长 就是他问很多学校 很多学校组长主任还有很多学校都不晓得 什么是ARV啊 那我大概有一直在玩这种东西 所以我大概知道 所以我就第一个报名 要来做这件事这样子 这其实做了有差哦 就是我用了一个AR或VR给他们看 那他们大概就知道 哦原来后面还有一颗 不然它就叠下来 这是真的对有些人来讲 就是他的脑袋的抽象思考 可能比较好 即便你没看到 他都可以自动补上 可是对有的人来讲 他一定要看见 他脑袋才有画面 对所以他看到了那个虚拟的东西 把那个背后的那一个正方体跑出来 之后他脑袋里的画面就有那个正方体 对他就能牵引 那还有你刚刚讲了一个说 这个科技 那个时候很难在学校看见 对那时候 对的确真的很难在学校看见 因为你要去一个学校去找出那个VR眼镜 有没有很难真的很难看见 因为一开始 那时候也单价也高 对单价那时候真的一个VR 已经要五万块 不可能去买这种东西 对啊 不过后来很妙的是 我们在学校没有看到这些设备 可是事实上我从学生的那个手机 或者跟学生的访谈 发现他们早就在运用这个设备 是 你知道为什么 那个宝可梦那时候还有宝可梦 其实这个就是AR嘛 是 对 然后他们那时候在玩什么的 就S-Bug 就是一种游戏机 不是有种体感游戏吗 他就是我们常在很多什么影城或什么的 你就上去还要带那个 对 有些人不带 甚至不带 他会侦测你的肢体动作 是 可以去运动 或者划船 虚拟的划船 其实那个就已经是VR了 那是不是有点像 现在在玩那个任天堂的那个 对对对 或者是那个 玩Win啊 手环啊 你知道运动是那种 对对对 就大概是这个样子 然后你用力 然后高尔夫球就会出去了 就会出去了 就差不多是那种 其实事实上学生 他们的接受度已经很高了 只是他不知道怎么用在学习上 所以我觉得这问题会比较回到 我们的这个年纪 可能对老师的这个世代来讲 这个东西是有 有一个距离 可是这孩子的成长过程 他们会觉得这个他反而更容易懂 对 我觉得就是变成反过来是因为 这在他们的世代不难 那我们反而要学会 运用他 然后让他更容易接近孩子 因为我们要讲的东西离孩子太远了 应该是说学生其实已经会操作这个设备 但他不懂怎么把这个设备拿来做应用 是 老师知道要怎么用 但是老师不懂怎么操作这个设备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任务 好 所以回到一个啦 比如说有的老师真的会搞不清楚 他就在想说 所以我用这东西 我到底是要教ARV啊 还是我要教我的科目啊 就是那个角色的认定 对吧 就是比如说以你是数学老师 因为你用的算很好啦 你算很早用用的很好 对那怎么让老师去理解说 到底主客的关系 对因为不然他们就一直排斥说 我都上不完了 你还叫我玩这个 对好那你会怎么跟老师闷谈 那个时候我们推其实是有个阶段的 就是长官国教署教育局给我们的推广 其实是有三阶段 第一阶段是我们头两年 就是要把这些工具 尽量去扩增到 介绍到每一个老师 他说哦这个是不是压眼镜 哦原来AR是这样操作 他要会操作就可以了 就是第一个是工具的认知 而且不要怕啦 对不要怕就怎么用 然后头两年呢 我们都尽量不要给他弄得非常艰难 不要叫他们写教案 写教案这件事真的很可怕 很恐怖 嗯的确像您讲的哦 就是一开始没有跟上我们的 后来会慢慢就是觉得有压力 是嗯这个的确 那后来在三年 他是把这些新兴科技工具 做亮点式的呈现 好比说他叫我们就把门关两天 关两天叫我们去发想 到底他用来做 郭文的哪些单元 可以用到哪里 数学哪些单元 那我们就要给他一些单元 就是用亮点式的呈现 让老师有那个想象 到了从去年开始哦 他已经叫我们全面在多元选修 在自主学习能不能融入在一个学期的课程当中 所以他是循序渐进的 先认知会使用 再来有什么样的示范点 再来融入到课程 这样的推广还蛮友善的 比班班有那个生生用品版有善多了 但是现在到底就是说没跟上的老师怎么处理 这个是我们也很商量 就是一波一波 对OK 那当然从过去到现在 永春到底以这样的科技应用 发展了哪些课程呢 这个说来话长 这样我一颗一颗来介绍 例如国文 国文那时候我跟国文老师说 那我们可不可以拿AR或VR来 去融入在某个课程当中 就国文老师一致认为 因为国文有个古文文学 他们不管是任何哪个版本 有一个叫做入港城福记 我知道 入港城福记 那个是新课纲的一课 15篇 对对15篇之一 那他们说这个如果可以弄VR 那阿亮我就佩服你 其实我们自己办公室老师讲 这很简单 因为他有些文字我已经有点忘了 就是第一堂课我们请国文老师 照那个课堂上身上 从文艺注释 他在做什么 这一篇到底在讲什么 有延伸到什么事情 我们才知道说 原来他就在讲入港 由新到衰的过程 不全然是环境的影响 其他当中人 还有他政治的关系 其实都有 我们说原来是这样 我们就说 那这个很好融入 既然有政治 有人文 有环境 那其实我们可以用一些VR 而且我们后来再去查资料 事实上 他们的县市政府 其实早就有做 相关的VR 只是他们做得太善 他们就 比如说邮局这个点 或者是他们的那个 没有整合 没有整合 然后无法融在课本里 所以我们就把某三个VR 一起融在课文的某一些当中段 学生学到以后 然后再戴上VR眼镜去体验说 原来以前的入港跟现在 因为以前只能用照片 那现在就是有影片 去做两相对照 然后去完成学习 学习当还真的还是蛮必要的 还蛮有趣的 就是把它融入在里面 而且我们每一堂课 其实不是说整个五十分钟 从头到尾再带VR 那真的会太晕了 所以我们大概就是当中的五分钟到十分钟 可能在头跟尾 或是中跟尾 这两段 那头做体验 中呢就是做实作 实察的部分 那尾呢就做反思的部分 大概就是这样 头尾或中尾 这样就好 那各五分钟 其实不要长 那国文是这样 那数学 因为这我本科更多东西可以做 我们现在连GGB有没有 有一个软体 举Argebra 它现在都可以做成AR跟VR 好那这个更是 那数学有没有不说 因为它很多几何的问题 就是绘图或空间的啦 也就是形状 你都讲几何 我怕有人听不懂 对对对 形状空间的形状 像两面体 两个平面的夹角 是怎么算的 向量是怎么夹的 所以你那个还可以转了 或看见 我们可以换个方向看 其实有时候不同视角 会更好理解 对所以其实反而会减少以前 因为空间感不好的学习困难 它不是数学不好 它是空间感不好 而且它其实没补脑 很多同学只要看过一次 以后就了解 就我们刚刚讲的 同学会问说 那原来是转过来 我就看得懂 为什么课本上不转过来画呢 为难了课本了 它是2D的 它没办法转过来画 那英文也是 他们有这种机场的实境 我们做了一个机场的对话 很简单的VR 就是我们就用虚拟人物 就假的啦 GIFT 然后我一按这个机场人员 他会说什么 那你要回答什么 用打字的 其实这种用对话方式 其实还蛮快 其实你看每一科 那物理也是 物理我们有些实验 好比说像电池学 像现在讲那个量子电脑 它那个波力二向线 那个老师也画不出来 课本更画不出来 你讲来讲去你用影片 其实学生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所以用VR是最好呈现 你看每一科哦 几乎都是哦 甚至连体育 体育应该最好用了吧 最好用 它的那个知识的修正 它有一个叫traker 就是动补系统 就是你戴上了动补系统 再戴上VR眼镜 它可以知道你的那个知识 是不是正确性 有点像我今天看到一个广告 某个卖鞋子的跟你说 你来参加研习 它会让你知道你的脚 哪里的知识不对 对对对对 它会感测 对对对对 那像辅导也是哦 这个辅导我们等一下AI也讲 那种AI还有甚至有人发明了什么 AI咨询室 太多了你知道吗 就是你问了一个问题 它就跟你对话 对真的太多了 所以你要用到某一科 我跟你讲 现在新兴科技真的太容易 只是说老师可能 因为以前我们可能失陪过程 比较硬 可能没有那么有创意 所以老师很难想象 怎么把这些东西 融在自己的课程 事实上它真的非常好融入 而且可以让学生更有兴趣学习 那这样好 如果站在老师的立场 我就会跟你说 艾克斯阿炼老师 我很会教我的这一课 我也会知道课程要怎么上 我不会ARVR怎么写 他们有需要写吗 还是你们会帮他们做 我跟你说 很多老师对那个资讯的害怕 是他们就是用这个十年前的概念去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他们认为要写程式 对 事实上 不用 还记得吗 我们当初在修那个硕士的时候 那个时候没有Word 一开始没有Word 一开始我们是用Lattes 那是你我有我有 一开始我们用Lattes 然后一样的 其实我们现在ARVR不是一直写程式 现在有新的编辑 这个叫编辑器 它好像是Office这样 就是我们拖拉 然后有点像PowerPoint 我讲PowerPoint 大家可能就理解 就是我给他什么动作 几秒钟给他什么样动作 如果对方回答什么 我就要做什么回应 有点像设置脚本 所以为什么台北市最近几年 一直在办那个VR竞赛 其实不是要做那个技术的竞赛 而是要你能不能用好 脚本 把它用对地方 就是创意跟脚本 所以事实上老师一来才知道 原来没有想象中的 所以他的资讯门槛 其实没有大家以为的这么高 非常低 OK 所以这样大家就知道了 就是只要你有一些课程 你觉得在实际上的空间 你受到了限制 你如果有办法创造出一个空间 事实上你就可以用ARVR了 而且那个空间其实你说怎么样建模 以前能建模真的很难 他可能要弄得非常复杂的 真的程式或者一点一点 像用点线面去架构 事实上现在很多素材用拉的 有点像你在搭那个一个房子 架骨架这样子 所以他其实只要 好啦你技术再差了 你慢慢搬也搬得完了 对不对 要时间 对 要时间 其实事实上现在没有那么难 那要时间 那这些投入的老师 是因为他真的觉得 这个东西有趣吗 他们应该会觉得 做这个东西还蛮有趣的 但的确老师现在有一个状况是 他不可能把所有的课程 有没有弄ARVR来呈现 太多时间 他可能慢慢自己 哪一个单元是学生最不理解 那用这个东西来去呈现 像那一天 有国中的老师 他说带学员去认识 那个有毒的植物 像你看 我们最近不是有新闻 不是那个芋头 不是有人吃到中毒吗 他的叶子长得很像 其实还是有点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他就带学员说 第一个先辨识有毒的植物 那再来就是我们把这些拍照起来 放到我们的编辑器 然后把它变成AR 那同学只要一扫开那个平板 所以现在如果生生有平板 他就可以拿平板 装了APP之后 扫了那个叶子 就知道说 这个是芋头 或这个是郭伯玉 不一样 他们其实很清楚 因为他是从形状辩论的 他其实就回到一个是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 那我就让学员用简单的APP 可是其实那个学生在创作这个过程中 其实也在学习那个概念 就是我们用另外一种方式 让孩子去学会这个概念 所以其实到这里 大家听阿亮老师讲的 应该会觉得 我天哪 早知道我当年这样学数学 我说不定学得很好 应该是 真的应该 对 因为有时候某一个学科学不好 有时候真的不是这个学科的问题 因为他是复杂 就是涵盖了好几种能力 以至于你学不好 那至少我们从ARVR 处理掉了空间 想象这件事 所以空间感不好的人 如果你活在现在 你就得救了 真的 是不是 现在就是 是 好 那我想这段节目 我们对于课程跟学校的推动 有一些认识 那我想到的是 其实这个课程 应该需要蛮多不同的资源 当然也不会所有老师同时上 可是其实必然一定要 一定够的设备才可以 那到底有哪些资源投注 在你们的这一些课程里 那又有哪些人员呢 因为还有维修或什么其他的 所以学校里到底 不管是学校内或学校外 到底有多少的支持系统呢 应该说 其实发展这样的课程 把新科技带入这件事 老师能力 我们绝对相信 但现在最大问题是 我们现在资源 其实在有一些地方 的确会跟不上 例如一个VR的头盔 动动就三万五万 那我不可能全校 每个同学都去配 或甚至每个班至少配十只 这样有点困难 这个是设备上的一个问题 但是我想 这个会慢慢去解决 为什么 因为我们技术越来越进步 那成本也越来越低 所以一两年后 大概这种掉下来 搞不好 头盔有没有 比那个手机还便宜 对 搞不好你以后走在路上 看到每个人都带VR 每个人带一个 因为这是好处你知道吗 我们上次有体验到 一个微软他们做的他们叫MR 眼镜 MR眼镜是他不是让你只沉浸在那个场景 他可以看到我们的现在现实状况 哦 潘柯南德的眼镜吗 对他有个很厉害的地方哦 好比说我今天来看男主任 就是 就对了 就是我看到你哦 然后他就可以看到你的表情 他就可以给我分析你今天开心的程度如何 我就哇 这个我非常需要你知道 就是我都去教育局开会 带上去 我就知道今天长官 可以知道哪个长官 开心或不开心你知道 你知道他怎么做 后来我看他做的方法或是技术 其实非常简单 因为他就是去搜集一些资料 也不用写程式 就给Google的一个模型 他叫做AI的Experience平台 然后你就标注 这个是开心百分之一百 这开心百分之八十 这什么 就给他标注 当你越来越多 因为他就有资料 所有的这种东西都要资料 原理做AI都是一样 其实就是要有个资料库在背后支持 对所以 下次我再看到这样的笑容的时候 他就跟我比对 百分之八十应该是开心 这样子 我跟你讲我们学生做了一个AR的专题 我觉得还蛮好玩 还去比赛过 就是他们把韩星 韩国啊 你确认整形的情况吗 不是哦 他们做了一件事情 把那个评审逗得非常开心 他们把韩星收集起来 做一些训练 这个是车态炫 这个是送中机 这个是谁谁谁谁 然后就是到了那个会场 请那个评审对着那个镜头 就可以知道他长得像送中机的机率 不管怎么样 他一定落在这些 因为他只有这些也讲不出丑的人的名字了 对对对对 所以所有评审都哇非常开心 他一定长得像其中一位 然后都是帅哥 对都是帅哥 他们就觉得哇这样很开心 所以这个专案让他们学习建模 资料还有标注 然后也做了一个专案 那我觉得也让学生整个就是提升了 所以这些设备 我相信会慢慢慢慢的去改善 至于软体应该都不用了 因为软体可能要透过一些产学合作 现在很多软体的厂商 他很愿意跟老师合作 像我们跟他合作很多软体内容是怎么做 你知道就我们写教案或者是脚本 他开发开发完之后他会送我们十套 剩下东西他要买你知道吗 他拿去卖 所以现在很多HTC或者是那个Meta的有些内容 事实上很多都是大学端高中端 写出来的内容来去卖钱 所以有点像合作的关系对不对 对他就是我们自己做做不那么漂亮 是 但他们做做的很像游戏 想法可能老师们可以提供或者那个 但是技术面他们他们真的超厉害的 OK这样听起来真的我觉得还不错 就是一方面确实他的设备有一些昂贵好了 那所以目前的操作可能没办法到 深深用品版那种等级 但是至少可以期待的是未来 那加上一些产业跟学校之间的合作 那我想这个是可能未来的门槛就会越来越低 有可能要这样说 那当我觉得刚听起来 其实包含刚介绍了这么多课 跟这么多人觉得这件事有价值 或者孩子们 我觉得孩子们也很可爱 创意也很够 果然是新世代的人知道工具要怎么用 可是问题来了 学校里一定还是有些老师 没有很喜欢3C 对 这个的确 然后也觉得孩子们还不如好好读书 对 或者跟你讲说 这个我讲几句话就可以上完的东西 你为什么要这样 就是有没有真的遇到这种在价值观上有一些差异的老师 超多的 那你怎么处理这个事呢 我跟你说不要别的学校 光我们学校就有这种教学的概念 它的认知的落差是相当大的 有老师都跑过来说 那你整天搞那个东西 我多发3张考卷 学生就比你强了 可是我心里想强的不是现在的成绩 可能是未来它的创造力 它的结果 当然啦 你发3张考卷一定做的比较熟嘛 那未来可能不会一直给你练习考卷这件事 对 短期考试可以 但是长期他就会没有穿 所以有时候常会遇到这些老师 我们还是会不厌其烦跟他说 学生虽然有时候他在教室里 他的人在跟他混不在 那学习的热忱 学习的兴趣 有很多学生觉得 啊这就是数学课 啊这就是国文课 事实上 他不会把学到的东西拿去外面 做生活上的使用 那这样蛮惨的 就是我去观察很多学生 都会觉得说 那老师上工好无聊喔 都是一直叫我们画现画重点考卷 就是这样 的确考得好 但是他们会觉得说 只要大学毕以后 就把这些书有没有 烧掉 所以你才看到 最近的新闻 有没有人把书全部丢掉 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有时候就是 我们给他 他以为学习只有这样 对 所以他们就反弹嘛 是 因为用完了嘛 用完当然就不要占空间 的确啊的确啊的确啊 这还蛮正常 所以如果这样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比如说你一样在做你同样的课程 但是你看到的孩子的学习 到底有什么不同 嗯 对学生到底最后 不管是过程中展现的 或最后的成果 你看见了什么样的变化 应该这样子 就是我觉得学习的热忱 这真的非常重要 当然啦你说丢一个平板VR眼镜 他们当然很开心 这的确这的确 但是就现在短时间结果 他可能成绩没有很看得出来 进步很大 其实事实上看不出来 但是我们有观察 他们未来能不能把所学去做应用这件事 尤其是我们最近在带这个学生做专题 最近好多这种比赛 因为以前很好玩 以前都是作文比赛 英文演讲比赛 就是比较静态的比赛 可是这几年喔 教育部 教育局 很多都是像VR竞赛 AI生成式写作 就是这些设计思考 这类的竞赛 其实这些同学就可以在里面发光发热了 那他们也觉得说 我终于可以把我所学集合 学到技术 两个合起来 去做一个他想要做的内容 例如我们群组有个职校的老师 他们是做服装设计科 服装设计科非常花钱 我一直觉得他很适合ARVR 对 所以他们今年干脆就不要花那么多钱 因为他们常常做了一套衣服 就是走来走去 不能说就是展示来就没了 那一套衣服可能三万块 那很可怕 那这样能不能被大众觉得OK可以亮赏 很难 因为有时候也许没那么成熟嘛 这个的确 所以他们就把它改成AR 用滤镜的方式 所以他在 就是先看他的整体立体感 跟做出来如果真的是这样 然后套上去 然后他们有AR走秀 所以就走过来 拍起来还不错 人家很青睐 那可能外面厂商觉得很好 那他们才用产学合作把它大量生产 其实这个就是第一个省成本 第二个让学生有成就感 第三个可能在教学中 老师可能也不会觉得 好像花了很多的金钱 或时间 其他时间花费相对的 是少的 是 因为我要真正剪裁一个衣服 事实上是 时间比较多的 那你有遇到那种状况是 比如说像你刚刚讲很多孩子 可能其他的表现 你有遇过什么样的孩子 是老师突然跟你说 他在平常课堂都不是这样 他怎么做得出这么特别的东西 有有有 可能我跟你讲 我们遇到那个无人机的小孩 他在做无人机的比赛 然后他比赛拿到那个台北市的第二名 就无人机大赛 无人机大赛可能跟有些老师想的不一样 不是说那个遥控器操作来操作 看谁飞得快 不是这样 因为他要写程式 好比说我给你一个关卡 那你要透过程式去写那个关卡内容 让无人机去飞 你不是操作他 而是你要设定好他要做什么动作 那个学生得奖回来 跟我们老师讲 我们都那时候吓一跳 他在班上都是倒数第二名 然后老师真的可能对他 因为有时候成绩低嘛 有些老师难免 稍微会数落几句 那当他得奖回来之后 他跟我们说 他第一次感觉他存在的那种快乐 你知道吗 我就听起来觉得 天哪 真的假的 太感伤了吧 真的假的 你以为那个孩子成绩不好 他一点都不在意 其实都有往心里去 他从小到大都没有得过一名 只有这一次无人机是得第二名 我们真的听到吓到 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回来检讨 后来他得无人机回来之后 他就跟我们说 其实无人机可以做很多应用 程式 程式要讲逻辑 那还有很多那个操作都是英文 所以他说他先学英文 所以慢慢慢慢 其实他反过头去学学科的知识 这个我们之前有听到另外一个高中 那孩子也是这样 平常什么事都不想做 等他找到类似这种资讯类喜欢的 结果他就开始念英文 因为网路上的资料都是英文 他就不得不学 对所以其实某个程度上 我们说服老师们都比不上孩子的结果去说服老师 可能来得快 那当然另外一个 刚刚讲的都是正向的 我的正向意思就是说 会不会有孩子期这种学习对他很困扰 他会说老师你可以不要这样吗 我们明明可以快一点 也会有这种孩子吗 有有有有 这种孩子其实也有 因为他可能比较文静 然后他也不喜欢这种把数位的东西融在里面 那其实我觉得无所谓 因为其实这种还是讲逻辑思考 所以我现在有一个跨校的选修 礼拜五三四节跨校选修 他们最后的报告 有些同学是不做简报的 不是没时间 他是真的不想做简报 他就对这个东西很排斥 那我说那不然怎么办 他说老师我可以用画图吗 说明他就真的去画图说明 然后去分镜 其实我觉得这个做的比简报还厉害 对啊 就是呈现方式他自己决定 所以事实上 你也许不想要用什么AR VR去呈现 但事实上呢 你可以用其他的表达方式 其实这种东西 讲到最后都是一个表达力 你为什么要呈现这样VR场景给人家看 表示你想要让人家用你的视角去看这个世界 因为他们现在很流行什么你知道 就是学习历程 他把一些学习历程档案放到那个虚拟空间当中 他就拍成这样 然后教授如果点进去或看 就是他会转 这高一的作品 他这点 整他的影片 对啊那这个其实都是一个表达力 那你当然不用VR也OK 那你就用简报 也有人写文字啊 那怎么样表达是最适切 最符合你的风格 那我觉得都无所谓 所以重点不在一定要用什么科技 也是重点是在 你知道你如果今天要做到你想做的事 你可以用什么东西来帮助你嘛 对 那家长呢 因为我们讲到老师跟学生 家长呢 家长是不是也搞不清楚学校在干嘛 家长倒很喜欢送小孩子去学这种东西 他们会觉得这个还是他们未来 我就觉得很妙 甚至连小孩都不喜欢 他还是硬推他去送这种 这个的确比较不好 但是家长的眼里 原宇宙AI ARVR就是连结到未来 他觉得如果学了这个对未来的发展 可能比较有优势就对了 事实上其实不一定 不一定是这样 可是刚刚讲的比较会是其他 像现在我们如果有些学科上课也会用 会有听到家长反应吗 他会觉得说啊这又不是学科 你干嘛硬要用 比较不会 家长都还蛮支持的 是 反而是老师端跟学生端 两级啦 也就是说老师怎么跨出那一步 把他用对 然后而且不要强迫说的孩子 一定要这个方法学 也很有可能 有些孩子就像你讲 那个正方形 我根本不用戴眼镜 我的脑袋就有画面了 老师你还逼我看 也有老师是误用 你知道吗 这个我也可以讲吗 就是比较难面的误用 其实我们一直在推说 啊用VR很好 其实我有看到一个国小 你不该用的时候用 国小他做了一个VR 让我觉得很惊讶 他在教小朋友学加减乘除 是小朋友戴上VR头盔哦 拿那个把手 然后按3加5 然后等于 其实这个意义不大 就是这个意义不大 就是3加5可能就是画个图 或是怎么样 或者手写就好了 就是有时候 这种东西用对的地方 这个存在有应 不然你用3加5 那只是学生去玩而已 这其实你刚刚在讲到 我就想到 因为你刚刚在过程中谈的时候 我就想 我那时候还在学校教书的时候 有一次 也是一个工作坊 就请我去教他们设计 但那一场很可爱是说 他们要做ARVR的教材 的课程是 然后就叫我去讲 我说我又不会ARVR 但我后来跟他们谈的 从头到尾就是 ARVR叫工具 你今天要教这一科 就有这个 那你应该想的是 我平常跟孩子谈什么 他怎么样都没有画面 我需要让他有画面才有感觉 那这时候我要用ARVR帮忙 我说这才是你用的重点 也不是说 哇今天学校接了这个计划 那不然我就找一个 我有感觉 就像你刚刚讲 我就会设计一个是 你为什么要这么麻烦 他其实真的就不用 像之前 我还跟一个果文老师说 有些古文 孩子很难感觉 那个比如说 苏东坡站在这个地方 怎么会有这个feu 那你今天让他整个感觉 是换了你在那个情境中 然后你现在又失忆 你现在心情怎样 对 因为我们有时候读古文 很难感觉 很难有感动 对 那个画面 那个情境 那个心情 因为你人生没有遇过 这种状况的时候 你不知道那个当下的感觉 我就跟老师说 除非你觉得 你现在上这个课 感觉这件事是重点 不然你没办法赏息 你只觉得古人很爱好 其实我很佩服 我的高中古文老师 他用一根粉笔 还有嘴巴 可以把我们带进去那个情境 所以大家表达力超好 所以大家表达力超好 对 我们那时候当下听到这样 哦 就是忘记下课这件事 是 还是我们那时候比较 我们那时候比较容易觉察 某些事 其实像你刚刚不是在讲那个 戴那个MR的眼镜 会分辨心情 我都想很多父母应该会买吧 因为他都觉得孩子很白目 你知道吗 现在孩子会说 我心情不好你都看不出来 对 可是我觉得像这种东西 如果他真的需要到那样才能辨别 那就太严重 太白目 那就真的太白目 真的真的真的 OK 好那当然我觉得回到这样整个听起来就是 当然他还是有一些在推动过程中的困难 还是有 可是多数真的投入的人 还是可以从里头找到一些好处 那我觉得你自己已经做了这么多年到现在 假如我要你重诊 因为刚刚讲的比较多是很多例子 我如果今天要重诊 有点像你写作文 如果我要你去谈 到底用这种方式帮助孩子学习 到底有哪些真正实质的优点 好 如果真的要帮助同学去做学习 我觉得最有帮助的 第一个好比说你在面对这个例如 时间的对照 我们在讲那个南门 西门 他以前是怎么样 我现在无法想象 就是做时空的对照 这个时空对照是 用这个ARVR是非常有用的 是 再来就是有关这个几何图形 在树里 这个是非常有用 因为我就马上可以看到 他整个不同视角 我可以补脑 抽象模型的东西 再来是什么 就是我们常在课堂上做实验 现在很多老师不敢做实验 好危险 对啊你看 一两年前还有那个学校没有 坐一坐 然后老师喝个水 他回来把实验室烧掉了 对啊 炸掉了 对啊那真的非常可怕 所以我们要去做实验之前 先用VR 模拟会有什么状况 模拟大家操作顺了 再去实验室 很相爱的学生 他也不是 他是无法自己进去那个教室 OK 不是特教组个案 是辅导师个案 对 结果后来辅导师就想了一个方法 我用VR 每一堂课放在中间 国文课拍五分钟 数学课拍五分钟 跟他讲 你进去那个教室 就长这样 同学就是这样子 好 各放五分钟来带上去给他 先让他适应 对 对 到时候进去会是这样 后来一个礼拜后 他就可以进去半节课 真好耶 这算是那个老师厉害 因为其实要有人的创意 才能用对工具 是啊 所以你看这样子 我们又帮助一个同学 他本来不敢进教室 结果他现在还是不敢全部 他就好像半节课 但已经开始慢慢 他至少可以慢慢去做这种事 是 所以你看这一些加总起来 对他们来讲真的是有帮助 但是也是要注意一件事 就是这种ARVR的东西 代太久 那个视力 还是不好 对 什么要扑发那个叶黄书 蓝光的问题 对对对对 这个还是要小心 但我刚刚听完 我倒觉得真的蛮好的 如果我们的老师 可以多去想想 对 有什么你想做的事 在过去没有这些科技 你其实做不到 是 不要一直去想 蛤我要做什么配合你的事 要我以前遇过什么困难 对 终于有一个东西可以帮我 用这个角度你反而就会觉得 这是好事 是 这件事就很像 我们在解说一个知识 可能有些老师用什么 鱼骨图啊 有什么图形去帮助思考 这个一样 它就是一个帮助学习的工具 大概就是这样 好 你做了这么多年吗 对 从2017学校设置 你那时候就开始 是是 做到现在 那你自己对他还能怎么发展 你的想像呢 我跟你说 他最后可能 呃 我不能说他能取代老师 就他能跟同学变成一个学伴 嗯哼 你看我们最近AI有没有 是 他生成是学习 你问他什么 他回答你什么 越来越精准 多了一个同学了 对 所以我以后就有一个虚拟的人物 有没有 是 我带上去之后 欸 我回到家 就有一个多一个兄弟 一起学习 是 那我遇到什么困难跟他沟通 嗯 那他会给我一个回应 但他也是网路去抓一些深层式的 一个结果 所以会多一个学伴 那多一个学伴 有什么好处 有 这样表示第一个沟通力 是 可以训练嘛 嗯 好我们可以怎么样做协作 是 本来是你个人的学习 变成一个team 对 嗯 一个team 而且有个人很厉害 什么都找得到 对 那个朋友很厉害 对 所以我跟来的学习 应该会有很多妈妈会买帐喔 买回去 哈哈 但我刚听很担心是 各位妈妈如果你都不把时间花来 跟你的孩子聊天 是啦 欸他已经找到可以跟他聊天的人 你就完蛋了 所以现在有多人啊 就是妈妈也带上去 哈哈哈哈 一起在这空间中 或者是就 买一套软体 可以当虚拟妈妈 或者是你看妈妈很忙嘛 出国嘛 可能我还是加班 但是我带上VR 小朋友带上VR 欸我们就聚在一个 是 一个空间中 一起稍微对谈五分钟 欸这也是一个 搞不好也是增加 亲职关系的一个工具 我们一直在想他的用法 对不对 哈哈 是 爸爸很想跟孩子讲情感 又很害羞 你就先预录好 欸然后 孩子这样就看到爸爸 他站在面前 你跟我说很多情感的话 对 我觉得有太多可能了 这也就是 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 对不对 虽然已经很久了一句话 但这是真的 就是 其实我这几天也在写一篇文章 在写跟科技有关的 我还是一直相信一件事情是 有想法跟有盼望 或者希望要做的事的人 工具对你才有用 对 我看到一个 这个我一定要讲 就是 他说未来啊 其实很多人担心啊 这些科技工具 会不会取代人类 这个担心是多余的 嗯 而是你要担心是 你如果不会用这些科技工具 反而会被 会使用科技工具的人 去取代 超越了 对对对对 所以会用很重要 会用 而且你有想要用的地方 用的对 对 你要想用的地方 OK好 我想节目的时间很短 可是阿亮可以讲的是 超级多 那今天真的 我觉得阿亮用了很简单的一些例子 也没有很深奥 我本来好怕这一集节目 会不会讲一大都有听不懂的 但没有 我想各位听众一定跟我的想法一样 透过这么轻松的方式就可以理解 原来我们的教育现场 可以做这么多不一样的事情 那真的也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 要能够支持跟鼓励 我们在高中现场做的这么多教学改变 不要只有专注在孩子 怎么跟以前不一样啊 怎么升大学怎样 我想那个其实会忽略了很多老师 为了孩子成长的努力 谢谢阿亮 是谢谢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 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的疑问 欢迎上节目脸书粉丝页留言或私讯 我会安排回复 更期待大家加入我们的粉丝团 掌握节目最新的讯息 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好家庭联播网 台北BubbleFN91.3 台中古典月台FN97.7 另外也邀请您上Podcast搜寻订阅 教育不一样 感谢台北市立永春高中曾庆良老师 今天来节目受访 我是蓝维莹 教育不一样 我们周六上午八点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今天的节目 节目 台中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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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